卫福部扩大急难纾困4.0申请作业到6月30号截止 花莲市今年新申请案件将近4000件 比去年的1800多件多出了一倍之多 施工所涉劳客人员持续加班审查 希望让民众尽早拿到纾困金 110年扩大急难纾困方案6月7号开放民众申请 只要是受疫情影响导致生活陷困 而且没有具有社会保险身份者就可以申请 再由商政施工所专人来逐渐审查 花莲市公所表示 今年度的申请件数将近有4000件 比去年的1800件多出了一倍多 去年中央开班扩大宿困 去年109年 花莲市受理了大概1800件的民众申请 那今年截至到今天6月29号 那花莲市的案件数已经到达3300件 那这还有含民众资本申请 还尚未见党的数目 那很明显今年的数量会比去年多 那有可能会突破4000件 那今年的审查办法和去年的对象都是一样的 那它针对是你原先有在工作 那没有任何的就业保险 没有军工教农与劳等社会型的就业保险 那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那你减时减薪的部分的民众都可以提出申请 不过在这一次的申办案件当中有很多已经退休 而且没有就业的长辈也提出了申请 加上基本排负制度 这些都必须逐一审查 说明是扩大纾困 那所以大部分的民众都会觉得说 希望能够来领取这个纾困金 那因为它首先的前提要件是你 有在工作受到减时减薪的影响 那这一阵子生理下来发现其实有很多的长辈就是已经退休 那可能年龄是八九十岁并没有在就业的 那也提出申请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会针对年长者的话 可能需要提出工作的商人的资料来做佐证证明 那这个同仁会逐一的审核 那这部分也就是让我们审核的时间 会往后稍微的延误一点 请大家多多体谅 目前施工所施劳客 全部二十个人员都全力在审查案件 希望可以让申请的民众 尽早拿到追柄纾困金 而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的申请案是否通过 或者是要了解审查进度 可以透过卫福部因应疫情扩大 急难疏困线上申办系统来查询 借了会欢迎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